各位亲友们,各位障碑们,我是金慧,我目前还在武汉汉坑这个疫区,我向大家汇报一下,目前我们整个湖泊,甚至全国的疫情情况,现在疫情有9万多人吃,这个病毒的传染几率是多少呢? 就是一个人,传染之后,如果说他没有被优效的隔离的话,或者说进行优效的资料的话,他会传染给他身边的14个人,那么这个基数就很大了,现在正值纯洁家气之际,天南地玻璃,亲戚朋友,子女,都往家里干,都是为了和家团圆, 在一起,气一顿,判年番,现在情况特殊,我希望大家不要出门,不要聚会,不要聚传,纯洁年年幼,只要忍平安, 大家都可以随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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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起。 我现在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整个虎博生,医疗物质情况。 现在武汉市 整个医疗系统 及虎博森林 整个医疗系统 都已经约过了我们的商级 危机卫 及各个行政部门 市政府 省政府 透过各大媒体 再向社会 发起无资募捐 这个武池 是医疗武池 比如说我现在 戴的护目镜 戴的一次性的扣罩 戴的一次性的收套 身上穿的这个隔离衣 甚至是隔离裤 这个武池 特别精确 我们现在的医护人员 发是从临床下来的 现在全部都有重新上了一线 我现在相当于就是在货线上 给大家录这个录像 就是为了让大家一起精确 我再强调一次 我再强调一次 纯洁放假期间 不要出门 就自己在自己屋里呆头 要不然 我在前方平民 是为了什么 我就是为了让我的爸 我的情人 他们健康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我也知道 有些亲戚不在群里面 听看到我这些消息的人 相互打电话 相互通知 一定要做到 我希望大家能够 提高人生 这是一个政治任务 而且报告一个 大家一个哼不耗的一个消息 这个 新型 冠状病毒 已经发生第二代变异了 也就是说 在第一代变异的时候 我们可以对症治疗 那么在发生第二代变异的时候 这是要命令 那他的感染机率 就不是一个人传染 一个人得伤的这种病 传染身边14个人 那么他是请爆发心智力 我们大家 一定要老且 不要出门 不要窜门 不要集会 不要聚餐 谢谢大家